林陶有沒有深刻的感覺到 這次中國介入臺灣大選的這個力道 感覺上的包括守法 花招百出都更勝以往 那當然呢 這個 這個趙天玲 他這個個人造業個人單 他現在也已經退選了 所以民進黨現在反過頭來 要求這個馬文君 是不是你也應該要退選 因為馬文 臺灣國民國民黨說這個什麼 可能涉及特務什麼 那你有直接的證據嗎 但是馬文君 自己都承認 我是把錄音檔交給了這個韓國 所以民進黨認為 現在這個罪證確鑿 馬文君才真的是泄密的人 應該要退選 那你怎麼看馬文君 結果不但沒有 你不要說退選 連道歉都沒有 而且還去控告了 這個他的對手蔡明娟 跟李正浩意圖使人不當選 那到底原因是什麼 是真的馬文君覺得 靠著這個趙天玲發生的事情 我就可以大復活 還是其實像李正浩講的 我危機了 其實優琦姐 我覺得通通都要面對 馬文君跟趙天玲都要面對 那我講一個很簡單的標準 馬文君在給資料給這個韓國大使館的時候 他同步是把資料給了檢調跟國安 那我今天就請問 趙天玲也爆發出跟這個中國 中國可能涉及相關情資外洩的這種可能性 他可不可以把他跟小三的對話先給檢調跟國安嗎 同樣的標準嘛 都都獲得了這些資訊 你趕快把你的資料給檢調跟國安好 那我必須要講回來啦 中國有沒有可能在這整個的選舉介入 我是不是我是不知道 但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就算有可能 你幹嘛給人家機會嘛 說真的 如果中國介入台灣的選舉 那鄭文燦跟這個趙天玲 你有沒有給人家機會 你有啊 澳門是你去的啊 然後趙天玲小三是你教的啊 而且為什麼我們要懷疑說 這件事情跟整個的情治 或中國是有千次萬里的關係 因為趙天玲這個個案很特殊 怎麼特殊呢 他有三個特殊性 第一個呢 誒說真的 他2007年結婚 那如果傳以媒體報導的傳聞裡面 他可能從2011年 就跟這個張琴女士有很多的關係 長達十年耶 長達十年什麼概念 你平常講電話 你閱讀資料 很多生活的小細節 甚至在媒體披露了那一張紅酒 潑耳朵紅酒的照片 你有沒有可能跟張琴女士喝酒 喝到整個 不小心把相關機民的資料給外洩了 其實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這長達時間 時間有點過長 第二件事情是 這個張琴女士 她透過醫美跟健檢的關係身份來台灣 而且幫她申請做全台灣的擔保 她不管在台灣的任何一個時間點做擔保的是 趙天玲辦公室的助理陳建宏 下面還附她的身份證 等於是全部背書了啦 那全部背書 現在我們就想問嘛 到底你這個不 就是來歷不明的女子是誰 她有沒有可能 在這過程中 她是中國大陸籍 而且她是你的小三 她有沒有可能任何是有可能 中國情治單位滲透的可能性嘛 這是一個合理的懷疑啊 第三個 趙天玲她本身太特殊了 她2015年她擔任民進黨的中國事務部主任 2016年她是海基會的董事 後來她在跟2018年6月跟張琴女士見面之後 2019年2月她就申請加入國防外交委員會的第七會期 欸 你有沒有可能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機密 民進黨中央的機密 海基會的機密 在這一個過程中洩漏出去 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基本上呢 我為什麼連兩天呼籲高檢署在查的之後 趕快跟這個衛福部的資料查扣 因為衛福部有張琴女士 當時候來申請了兩個關鍵文件 一個是健檢計畫書 一個是張琴她的財務資料 跟她的工作資料 那你知道我們的衛福部長薛瑞怎麼講 他說年代久遠不可追溯 2018年才五年的事情 你告訴我不可追溯 大家才會打一個問號碼 如果你真心想要還趙天玲清白 把張琴女士調查清楚 不是應該做的嗎 那我們會覺得說 衛福部長你在幫趙天玲遮掩什麼 有什麼好怕的 如果現在2018年資料都沒辦法出來 那我很擔心 所有外籍人士在台灣資料 全部都沒辦法查 那他來這邊所有的外籍人士來台灣幹嘛 你沒辦法掌握 你連這單一的張琴的資料沒辦法掌握 多少人你沒辦法掌握 這是一個台灣非常嚴重的國安的問題 第三我必須要講 中國如果介入台灣的選舉 那我問你啊 鄭文燦 你2011年是不是被法院認證 還上一週刊的封面 你就跟梁文傑到九號會所澳門喝花酒 整趟一百五十一萬 是博弈大亨買單 當天的晚上就花了三十六萬 你有沒有去嘛 不過你不要去啊 你給中國大陸這麼好的機會掌握你的監視器畫面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又說 過去跟八八會館 進出八八會館是你鄭文燦 跟郭哲敏詐騙集團有關係的是你鄭文燦 現在去澳門九號會所又是你鄭文燦 不是你怎麼老是跟這些博弈大亨搞在一起啊 過去詐騙案子在網上 難道這個線上博弈地下會對 這些人不用負一點責任嗎 所以我講回來一件事 事情就好 如果你要怪這些相關的資料 你就不要去跟這些 你不要去澳門喝花酒 你就不要跟八八會館進出這種不良的場所嘛 這是鄭文燦跟這個趙天寧自己要講清楚 來這個冠婷怎麼看啊 我昨天才跟林濤吵了快一個小時 快一個小時 好 全部重來 好 我先講 我來肯定一下國民黨 你第一次近年來聽到第一次 國民黨的人對於中國可能滲透進台灣這麼的關心 2019年通過反滲透法的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們在立法院是講說我們要給救濟途徑啊 等等等等 當時好像不是這麼重視 現在重視沒關係 我們來認真討論 趙天寧的事情 醫美跟健檢這件事情啊 有點張觀禮待 因為當時馬英九開放的時候是 醫美斜線健檢 這兩件事情都一併開放的 那實際上林濤他出色那張單子 他只出是第一張 其實還有第二張 很多媒體都有收到 我也有收到 第二張有寫名 他這趟來叫健檢 觀眾朋友 我們都有做過健檢 健檢要喝蟹要搓屁屁 你要搓三天 一天就結束了嘛 所以對方是幹嘛 來十天 那健檢一天 其他九天 就是當時馬英九努力推的健檢旅遊嘛 就這樣嘛 這個能講什麼 國民黨下的論述是講說 因為來了十天 其中有九天沒健檢 所以竊取我們國防機密 到我們的機密設施 這真的有點 我覺得有點牽扯過遠 一樣的邏輯啦 那這樣子國民黨所有的立委 幫人家牽保人的 那些擔保人的 過來台灣的 如果你比數量 我保證比民進黨多 十倍百倍以上 這沒辦法這樣扯嘛 再來第三個 這整個事情 我覺得鄭文 先講趙天玲 趙天玲這件事情其實本質上 他就是一個小三 中國籍 所以他沒有繼續給任立委 就這樣子 你跟馬文君能比喔 所有現在國民黨都是影射喔 影射說 因為你們在一起很久 所以機密有可能給 有任何一點一滴的證據嗎 一個證據就好 哪一件事情 什麼時間有可能 跟趙天玲給的資訊 沒有 馬文君呢 馬文君現在是怎樣 馬文君你所有事情 你不要講都叫你退選 你連道歉都不道歉 我快速講就好 公然說謊 直播羅頭講成英國不道歉 影片說沒有拒簽保密協定 沒有保密協定 後來被打臉不道歉 講說那個機密資料 給韓國外交部作證 外交部幫忙給 外交部打臉不道歉 說沒有講手機 國防部打臉不道歉 這兩個標準會不會差太多了 我沒關係 我現在我們現在提供一個 超公平的平台 林桃園覺得反滲透很重要 趙天玲下戰帖啦 趙天玲退選了以外 願意接受國安調查 所以林桃園看他問題不用擔心 什麼對話紀錄什麼 趙天玲願意接受國安單位 任何形式調查 馬文君你敢不敢 嗆你不敢啦 國民黨你們敢不敢 馬文君一起去 趙天你敢啊 不是嘛 這鬼扯 人家退選了 你馬文君呢 我講一下 上個禮拜 我到南投去幫蔡培會服選 我去了蔡培會選區跟 馬文君是不同選區 我們掃完黃文市場之後 出來外面南投市的路口 站路口跟大家說嗨接獎 結果那個騎摩托車經過了 開車經過了 搖下車窗 對著蔡培會對著我們大喊 下架馬文君 一個 兩個 三個 超多 我話已經數不清了 現場有誰 高雄思雲黃傑 我 然後蔡培會 還有幾個南投市的代表 都在現場 這代表什麼意思 馬文君大家對他憤怒 已經從他的選區 擴張到其他選區 甚至擴張到全台 馬文君現在要面對什麼 馬文君現在要面對是 你這對狀況 你怎麼面對嗎 馬文君採取的方式是 我們大家期待很久的 叫做對李正浩提告 李正浩也期待很久了 為什麼 因為李正浩去告了馬文君說 外患罪 馬文君的處理方式不是跟 趙天寧一樣 講我願意接受國安調查 你採取的方式是 你告李正浩 好這我們要講幾句公道話 李正浩講了三點回應 我幫他簡單翻譯一下 你告李正浩也要 有得一起告 但聽說王一川稍早 在廁所跟我講 他說不對 這是李正浩沒義氣 正常出事要小弟單 現在居然叫吳貞老大出來單 好這第一點 馬文君 你是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你帶團去這種統戰團 還當領隊 你沒有去的日子 還叫你的辦公室主任當領隊 你是不是有違反國安法 所以激進黨他們就去提告了 所以馬文君 你告李正浩跟川明卻沒有用 你現在只會官司越來越多 而且大家對你的憤恨跟怨氣 只會越來越高